還有一個鼻孔的下緣跟鼻孔的上緣 因為在仰腳的時候 這個鼻孔就變成了一個關鍵的形狀 看起來就像一個豬鼻子 還有一個需要觀測是這個鼻頭的高度 那三根呢 你要把它拉過來 所以三根的短折線要下在哪邊 你要把它拉一個側定線過來 那在這些測定點之中 我們就把我的偶像描繪上去 好 三根算是一個關鍵的轉折線 關鍵線條 把它稍微做出來 那鼻子的話 先把鼻孔描繪出來 這個角度看下去就有一點豬鼻子的效果 再把鼻翼勾出來 那鼻子的線條讓它帶一點啦 如果人家畫女孩子的話 看起來會比較美形 那如果你畫得太重的話 看起來就比較漂亮 鼻孔要從這邊拉過來喔 鼻孔的上緣拉一條參考線關 鼻孔的下緣拉一條參考線關 鼻孔的下緣拉一條參考線關 你就會得到鼻孔的上下緣位置 那一樣從這個嘴巴上緣拉一條參考線過來 是我們的唇峰的高度 唇裂縫呢 上緣是一條唇裂縫 然後嘴角呢 是一條 好 那眼睛的寬度 大概會是 鼻孔指示前方 內緣一個下切線下來 可以找到我們嘴巴的寬度 好 那在這個距離之中 把嘴巴描繪出來 所以你需要觀測的嘴巴的關鍵點 有唇峰 嘴巴最上緣跟嘴巴最下緣 還有這個唇裂縫的上緣跟下緣 口順 嘴巴 好 那著裂縫的一條 唇峰 嘴巴 判完 百化 注定 所以羊角的說話蠻重要的 可是這個嘴角是往下降 降得很低的 那降到多低 你要從這邊拉一條三角線過來 你才知道你的嘴角要降到多低 中心癢嗎? 中心癢嗎? 中心癢 你是說它的寬度嗎? 如果是高度的話 都是從這邊拉抬 這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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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要把耳朵畫出來之前 可能要先把這個臉型把它畫出來 那臉型的話 就需要先參考線 哪一個參考線 就是你的下巴的位置 好 下巴下緣的位置 那最關鍵的可能是這個 下巴的轉折點的位置 下巴轉折點的位置 好 那第五格切掉 第五格是我們裝耳朵的位置 所以臉的話是從第四跟第五格的交線去把它圍起來的 我選擇著來了 無論如何是在這是一些壁面的位置 很然的 很高 我選擇 連間接著了 有些什麼都可能會選擇 我選擇的一個竹 ich 也選擇 我選擇 你選擇 一位 高級的四跟三人 片 好 那下巴圍起來之後 拜託把他的耳朵的位置參照過來 耳朵的上緣 還有耳朵的下緣 好 那耳朵轉了一個角度之後 他最大的特徵其實是這個耳屏會變得比較大一點 把耳屏畫得比較大一點 然後耳朵變得比較大一點 因為他距離有比較靠近了 那遠離我們的這個耳輪看起來就會變得比較小一點 斯亞同學很開心 還是那個軒怡同學很開心 是斯亞 軒怡 斯亞 斯亞 軒怡 垃圾的右邊 原諒廟外散開 拉開 拉開 好 那暫時接受他光頭畫了的情況 我們先把脖子接上去之後 再幫他畫頭髮 在這個正面的情況下 抬頭了 抬頭的時候 我們的鎖骨終點位置其實不會改變 所以幫他先找到原本下巴的位置 梁四格 就可以找到我鎖骨終點位置 把鎖骨終點找出來 來 鎖骨終點在這個位置 那鎖骨終點到鎖骨高峰 我們說女孩子也是六個嘛 所以把他兩邊五分就找到了 鎖骨的高峰 這兩邊都收起來了 就是老師的意思 可以看看 先把脖子描繪出來 先把脖子描繪出來 然後把下巴一些關鍵線條描繪出來 鎖骨組織 我們的甲狀卵骨 周遭線鎖骨組織 產生了陰影 然後把下巴一些關鍵線條描繪出來 鎖骨組織 這次是在這個位置 今天可以在鎖骨上鎖骨組織 就可以了 但要有一個小型的鎖骨組織 sul到鎖骨組織 鎖骨組織 現在在幫他帶過 把他穿點衣服 他沒有鎖骨組織 沒有鎖骨組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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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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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